机部家Bosini全面撤出台湾7月底关51家分店 财经频道综合报道香港上市服装零售连锁公司Bosini保湿龙将全面撤出台湾 香港媒体报道Bosini董事会决议将陆续关闭在台湾的零售业务 目标是在今年7月31日关闭目前台湾业务分类营运的全部51间店铺 香港01报道Bosini自1992年开始营运台湾业务 根据Bosini公司的公告 但受到台湾的消费市场过去20年持续疲弱 台湾业务自2006年起财务不断亏损 Bosini指出公司对台湾市场与可见将来的前景人未感乐观 面对香港及中国二大主要零售市场目前充满挑战的情况 董事会决议终止在台经营 使集团可更加利用其资源 报道指出该公司目前估计撤出台湾所产生的相关成本将约为2000万港元 约台币7703万 不会对集团整体业务运作及现金流造成重大影响 不用抽不用抢 现在用APP看新闻保证天天中奖